我想我不及格啦 我承認我不及格 我不敢三更八夜給我們就能說發LINE 我怕的 我怕人給我投訴 三個半個發LINE 亂搞一通 然後還要十分鐘回覆 有這種事嗎 副長 其實是有這種事 他不笑耶 我想 確實是不正常 而且不應該 這次的教訓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教訓啦 我也是第一次進到行政部門 對龐大的官僚體系 其實我是陌生的 所以我也非常介乘恐懼 我也忽略了文官體制之間 有難以掌控的肉喜 或者是惡喜 乃至於我不曾想像的 我早上講的 那個邪惡的問題 社群網路媒體政治 對於我們的文官體制的 零詞跟剝削 也是不遜多讓的 農政部 你今天剛才進入你半年 520 今天11月20號 剛才半年 半年來 你覺得你自己 我看你是盡心盡力 你自己這樣分手 打個分手 我想我不及格啦 我承認我不及格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的部分剛才查你 會比較有發生事情 有人跟你通報 有沒有人通報給你 如果你都不知道被 被資訊被謀 被撥掉 這樣就不理 那時候 如果說 這些資訊 這些反應有站著 你沒處理 你就不對了 你感覺你是怎樣 你是完全不知道 還是 所以 早上 早上一直執行到現在 聽太多了 聽太多了 有的是說 他這個 這個 分處長 我去查啦 他的身家背景 他的娘家 他的婆家 我都查了 我真的不錯啦 我真的經濟民情好 不做這個頭路 不吃這個頭路也沒關係啦 也沒關係 所以在這裡是在 在表演 在做 做表演的就對了 那你如果說 你當部長 是政務官 是要 對政策負責 那裡面的內控 這些下面反應的事情 你是怎麼來接受 這些管道 或者是 如果你沒有再繼續 因為 太龐大了 人員太多了 就一個 勞動發展署就 包括 夜聘僱人員 就有兩千多人 那是真的 嚇死人 所有的圓圓裡面 真的公務人員 佔不到四分之一 其他都是夜聘僱的 那我們公務體系的 夜聘僱人員 真的養太多了 而且 那個 勞動條件也不太好 待遇也不太好 像我們 食藥署 在邊境查驗的 薪水都很低 那經常都窮 在海關那 寸不難行 那我們勞動力發展署這邊 或是勞動部這邊 如果是有這樣子的話 我是覺得要檢討 那如果是薪水太低 也要給人家高 那我覺得公務人員 這裡呢 我這裡要跟大家肯定 大家都稀行 稀行稀年 打算稀行那來 來這裡像這個班 還要薪水也不夠高 在我在醫療這個工 還要薪水也不夠高 是 每天在那裡頭髮 我就覺得很不捨 我看健保署裡面那些員工也都是蠻累的 也不能申請加班費 我們在外面的財團法院或社團法院的醫院 那個申請加班是沒有人敢擋的 那你們勞動部是在要求人家的職業安全條件的 結果你們裡面都是過勞 三更八夜在發LINE 我不敢三更八夜給我們聯工發LINE 我怕的 我怕的給我投訴 你們這樣三個半個發LINE 亂搞一通然後還要十分鐘回覆 有這種事嗎 副長 其實是有這種事 我不笑的 我想 那都已經 確實是不正常 確實是不正常 而且不應該 而且動不動會 自己 制裁這個是很 很不可理 所以這個 心理教育 因為這個分署黨本身我看是念社工的 是念社工的 應該同理心很強 所以我看你要整個系統要檢討 當然 但是系統的問題 為你的市長 為你的署長 都要一個一個檢討 整個系統要檢查 不然的話這個還是會出事 是 我看還是會出事 所以今天你這樣 你自己已經半年 半年 就任返半年 你自己打不及格 我是給你鼓勵的 所以往後你要怎麼做 你講一下 我當招委 我不能超過時間 所以你有17秒 趕快 謝謝委員 就是 當然 這次的教訓 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教訓 那 我想我出來勞動部 我也是第一次進到行政部門 那麼對龐大的官僚體系 其實我是陌生的 所以我也非常介乘恐懼 那麼 我期待跟文官之間 發展出一個合作 友善的關係 可是我也忽略了 文官體制之間 有難以掌控的 肉喜 或者是惡喜 乃至於我不曾想像的 我早上講的 那個 邪惡的問題 那整個文官體制 跟我們當今的民主政治體制之間 又存在著非常大的鴻溝跟落差 我們的社群網路媒體政治 對於我們的文官體制的 臨詞跟剝削 也是不遑多讓的 我親眼看到我的文官 但是 文官們 我也很心疼他們 我看到他們的辛苦 看到他們每天在應付這些 網路上層出不窮的 各種的質疑跟謾罵 我覺得 這是當今 文官體制的困境 我希望從我這個例子 可以提醒大家看到 這裡面的問題 那我當然 對我來講 我也必須體認到這裡面 我們如何在這裡面去處理 啊 如果 如果 如何做得更好啦 是 加油了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姐妹們 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 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二季 四季